Hello,大家好,我是老卡 今天呢,我其实自己出了一个新的题材 我不知道大家感兴趣不感兴趣 但是呢,这是我自己非常想做的事 什么呢,就是咱俩还是那个老照片 这个老照片整理,说心里话是功成浩大 而且呢,也非常耗时吧 因为这个呢,我其实用的是比较传统的方法 不是说那个照相翻牌 我都是用扫描仪 完之后呢,用Photoshop修老照片 之后在Lightroom,我给它重新调下技术参数吧 反是尽我能力,我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尽我的能力把这些老照片呢,做得更好一些 但是说的简单,实际这个非常耗时耗力 咱家的老照片,我还是整理的差不多了 因为越老的,相对来说照片越少 越新的,当然也是越多了 因为我父亲呢,就特别喜欢照相 咱家呢,留了非常非常多的 我觉得这个呢,对我们家来说非常有意义 它也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缩影嘛 所以说那挺有意思的,我的本性是郭嘛 这是一个从照片可以讲的一个国家的家史 它不能说跟国家有什么关系 但它确实是国家民族时代的一个缩影 这个事上呢,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同时呢,这也是我对老一代 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所有的亲戚呢 怀念的一种表达吧 因为他们确实是都很普通,都是很普通的人 但是呢,他们也都是很优秀的人 在我眼里也是,确实是很出色的 但是不管怎么出色 他都是,还是非常平凡的人吧 只能这么说 随着他们的逝去呢 我估计能记住他们的只能是我们的子女和亲朋好友了 他们那一代人呢,确实基本在都在逝去了 我认的,我爸的同学什么的 真的都是,就是很少啊 那我们把领角的几个人啊 而且呢,因为都快90了 或接近90多了嘛 有些人头脑已经不是很清醒了 其实呢,很遗憾 这个在,就是我父母在世的时候 我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 我没组织到更多的资料 这个角色确实是一个遗憾 我只能从那个照片感受那个时代 去揣摩当时的人 或者是曾经发生的事 这里边的绝大多数人 我都是无从查找也 根本不认识 所以说呢,我不知道这个肖像权到底怎么算 但是我的初衷是给大家展示一个家庭的历史 从而展示社会的一个小的一个侧面 一个时代的瞬间 这个呢,我真的是纯是我个人兴趣和爱好 我非常想干的事 我也希望呢,大家呢,给我一些反馈 或者我怎么能提高 怎么能更好的处理这些照片啊 我说它是技术上的内地人做的不好 或者是怎么能把这个表达的更清楚一些 我只是一个尝试 所以说呢,从今天开始呢 我会做不定期的呢 做一些我们家的照片的一个演讲室吧 我会把它图片呢,发在围头条上 之后呢,我自己呢,是一种舒怀吧 对过去的一种想象、缅怀、怀念 怎么说都可以 就是这样,实际呢 像我父母成长的那个年代 我还是只能是感觉 我是文革出生的嘛 文革我还能有一些感受 但是再往以前 比如说解放前 或者是50年代那种生活 我确实只能是通过我脑子的印象 看过的小说 父母的照片 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氛 今天呢,就说到这里 我真的是非常希望大家 能给我提供更多的意见 那大家呢,就是看看这个片子 这张照片是1946年头 是现有我最早的父亲的照片 16岁的父亲 还是一个满脸稚气 充满婴儿肥的少女 经过了整个抗战 从出生地河北里县 逃亡到西安 抗战胜利后 终于能回到北平 开始读书 在原北京第二中学 进修班上学 这几张照片也是46年到47年照的 短短的一年时间 短短的一年时间 父亲已经有一个智能的少年 长大成一个英尊的青年 经过自身的努力 父亲考上了北平国立高级工业学校 以后一直简称为北平国立高工 父亲在那里从47年到51年春毕业 整个四年 这个青年的学习过程 他主修的专业是电击 这是父亲和同学的合照 前排左衣就是父亲 胸前好像要三脚 应该是算是校徽吧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四个愁愁满志的少年 等待着美好的未来 下面的照片呢 都是父亲在上学时候照的照片 大家边现场这照片呢 我边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个北平国立高工 现在呢 普遍地认为 他是北方工业大学的前身 但实际呢 解放后呢 五几年开始几次变革 他这个学校已经完全被打碎 分到各地了 包括分到沈牙的干部学院 分到陕西的西安理工大学 北京信息科技学院 但是现在是主体地认为 他是北方工业大学的前身 这个学校呢 最早可能追溯到190几年 建的一个工业学校 日战时期呢 日本人就反而又给扩大 练成了一个矿业地质机械为主的高等工业学校 康尔战争胜利后呢 就是46年 由于有势之势呢 应该是陈光熙教授吧 他们组织把这个学校呢 又重新建立起来 主要是为未来国家的建设 培养机械工程类的人才 国立高工呢 坐落在北平公王府的花园的一侧 如今呢就是北海的后世 现在那个后海啊 通楼故乡啊 就是那个附近吧 其实在那上学 在那个老北京 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个时代 和一个 我说的幸福不是说他们生活幸福 而是那种环境 我现在都可以想象 那时候的老北京的情 那时候的环境是多么的 老北京啊 从这些照片呢 大家也能感觉 民国的气息还是很浓的 虽然是民国在大陆的最后几年了 因为他们是国立的嘛 发的是校服 我看军装差不了多少吧 估计跟国军的服装差不了多少 还能看出来冬季啊 有冬季的 夏天有夏天的 第一张照片呢 应该是北海啊 或故宫照的 还有两位女士穿着旗袍 不能说多么漂亮 但是那种老的气息 还是扑面而来的 因为是国立嘛 这也看出了 当时政府也是想努力建设国家的 同时呢 国立就意味着免费的吃住 包括你看到了是穿 所以说考的呢 竞争力还是很难的 我看过一些资料 实际是想上那个学校 应该是竞争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呢 这些青年也都是国家的经营 可以说是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其实我父亲呢 包括我爷爷 都不太善言辞 给我们留下的 就是我想知道内容很少 我就是通过了 查了很多资料啊 包括小时候的记忆 才把这些吧 稍微组织一下 谢谢大家观看 我会不定期的整理这些照片 而且做一些节目 其实主要是为我自己吧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给我留言 我也想提高我自己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